看完這個錯覺圖呢 真的覺得很有趣 我們直接來用OLOKEY試一下 那我現在用PE9的指令呢 先畫樓梯 那尺寸呢我先大概 好 然後再COPY CO COPY 抓點 先做幾接對不對 好 然後我這邊就是L畫線 物件鎖點追蹤 抓點 再用J做接合 我現在需要一個封閉的區塊 待會要擠出對不對 好 然後我這邊再畫一條線好了 一樣是40 去模擬 然後再畫一個矩形 REC 抓端點 到這個地方 先把我要的幾個圖先畫出來 好 那我這邊切換到我的東南等角 好 我使用RO TATE 3D這個指令 好 將物件呢做旋轉 沿著X軸呢 抓到遠點 X軸輸入90度 它就會站起來了 OK 好 那我這邊做幾出 選擇這個封閉聚合線 給方向呢輸入100 OK 沒問題 好 那我剛剛這邊一條線呢 可以先把它拿掉 再來畫個矩形 端點 抓端點 端點 端點 到端點 沒問題 那我這個是聚合線嘛 好 那我先把它變成 變域 變域的用意在於說 待會我們切換我們的 視覺形式的時候呢 它會顯示 OK嗎 我是完成這個樓梯圖了 好 那我們再把我們的 U線桌標軸呢 先對齊我們的視圖 U C S 輸入V OK 沒問題 就可以透過這個VU CUB去做旋轉 好 剛剛這個樓梯是不是很特別 我們轉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把我們大腦騙過去 視覺的錯覺 先旋轉 再旋轉一次 有嗎 欸 真的很特別 你看現在反過來了 這邊是低階 2 3 4 5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我再把它轉回來喔 這個轉過去 再轉過來 再點一次 又恢復原狀 然後再轉一次 反過來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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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如果你沒有啊 視覺離開一下 就回來看 這邊是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真的是很特別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來試一下 那AutoCAD3D呢 建模其實 很單純啦 你只要2D指令熟悉之後呢 只是再多加幾個3D指令 掌握我們的UCS坐標軸呢 就可以很快的去進入AutoCAD3D世界 好 我是蘋果爸 如果對於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回的分享再見 掰掰